现在我们会是应该也已经到了 现在18个人还不是很多 这个是需要我有一个邀请 好现在大家都陆续在入会了 好的好的好的 在9点钟准时的时候就没有准入时了 腾讯会议现在搞得还挺复杂的 大家晚上好 跟各位在齐威里面 其实大家的每一个对话的话 我都会我都会看到 然后不光是我 包括后面几期的这个导师的话 其实也都能也都可以看到 现在有一个 稍等我把那个 现在还在有些小伙伴在陆续的加入 我把这个等候室的机制关掉 这样的话大家就都可以会进入了 现在大家都可以听到吗 声音什么的都还OK吗 我就开始投屏了 好现在都可以看到我的屏幕吗 这个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 我可能会跟大家有很多的互动 那个就虽然咱们是用腾讯会议的这种方式 但是也会跟大家有很多 在公平上的在公平上的互动 所以那个就大家可以积极的在那个公平上面去 有问题的有问题的话就都可以讲 都可以看到 那咱们就这就准备开始 好咱们今天的话题 是CHAT GPT俱乐部的一个 应该讲是咱们的第一次的课程 就是咱们的这个开营的课程 在整个俱乐部的这个课程的设置里面 我们基本上会把它分成四个大的这个篇章 因为确实CHAT GPT 它这个所涉及到的这种知识的覆盖面 其实还是蛮大的 所以呢 这个我们基本上会把它分成这个 第一个阶段就是基础片 就是我今天在讲述的这个内容 或者基础片会跟大家去来讲讲CHAT GPT 它的就大家最关心的一些问题对吧 怎么注册怎么登录怎么上 然后都分成哪些版本 大家都感觉好乱对吧 这个帮助大家先立立思路 然后第二个部分呢就应用片 就是大家现在刚刚开始这个 接触到这个CHAT GPT的时候 我看刚刚群友里面也有人在说 说这不就是个搜索吗 说这不就是个这个对话式搜索吗 就你可以把它理解成是一个搜索 但是其实它还是有蛮大的这个区别的 待会我也会用大量的这种实力啊 跟大家去聊聊说 这个CHAT GPT 它跟我们之前用到的工具 有什么样的不一样 而且我们为什么要特别重视 CHAT GPT的这款产品 讲讲这个怎么样来去应用 第三个部分呢 就是大家最关心的部分了 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变现 对吧 大家都想赚钱 这钱到底怎么赚 在这个行业里面的话 现在有大量的小伙伴在所谓的这个 这个这个做代理卖账号 对吧 然后这个卖些卖些这个入口 然后呢 也有很多人在说我们 说你们在割韭菜 那个其实我们真不是在割韭菜 我们割韭菜 割韭菜没有这种割法的 这个那么其实大家共同关心的问题是 CHAT GPT的话到底到底这个怎么赚钱 那所以呢 在这块的话 也会专门把这个变现拿出来 因为 其实CHAT GPT 它带来的是一种生产力的升级和变化 大家能理解吗 是你的效率提升了 你的工作质量提升了 但并不是说这是一个商业模式 CHAT GPT它不是商业模式 你不是一个新的商业模式 那赚钱的方法 有什么变化呢 就商业模式还是以前的那些商业模式 只不过你赚钱可以赚得更快了 你的这个 这个变现的效率可以更高了 其实差别主要是在这儿的 所以你也会跟大家去讲一讲说 我们看到的 我们所理解到的商业模式里面的话 CHAT GPT可以起到什么样的这种作用 然后第四个呢 就是进阶的部分 因为我看到在群内的小伙伴的话 有很多小伙伴或者是有创作的经验 或者是有商业的经验 还有一些是有应用开发的经验 所以在这儿的话也会跟大家去聊一聊说 用CHAT GPT还可以更进一步的去做那些事情 所以然后第五个就是结业了 因为我们这个训练营呢 其实我们本质来说的话 它是一个孵化营 就是我们真的要去孵化一些 在CHAT GPT的这个领域里面 在这个新生产力领域里面 它能够适应这个新工具 然后能够用好新工具 还能够用这个新的工具呢 产生那么一点点的变现的效果 那这个时候我们作为一家商业公司 我们是一家正经在运营的商业公司 我待会会给大家去简单的去介绍一下 我们这个其实应该讲 都是这个美元基金的投资公司 那么这个注资的这样的一家这个商业机构 那么我们是有能力去给跟大家去签约 然后去来这个分享一些商业回报 这个其实是我们做出来 这个孵化营的这样的初衷和目的 所以带着这些问题的话 今天咱们就进入到基础编 咱们的第一课 我看现在的加入成员里面的话 已经加入了61位小伙伴 到颗率应该60% 这个也不算太高 所以还没有加入 就是已经加入的小伙伴 可以在群里面帮我来 这个吆喝一下大家 是不是晚饭没吃完 或者说把这个事给忘了 这个可以让大家尽快能够加入 然后已经加入的同学 我看有聊天 大家刚才都有些回复 如果你们现在都能够听到声音 网络都没有问题的话 你们帮我打个1 好吧 让我知道一下大家都还在 好 咱们就进入到 咱们第一个篇章 就是基础篇 在这个基础篇里面 我们第一个章节讲的是 这个Chat GPT和AI助手的准备工作 我们讲不是单讲说 你怎么翻 对吧 你怎么从网络能够翻出去 然后我们也不是单单讲说 你在这可以去提出来一些问题 我们要相对来讲比较系统的 因为我们要把这个Chat GPT 俱乐部做成什么呢 做成全国不一定是最大的 因为我们这种模式 因为它不是割韭菜的模式 所以它其实并没有那么快 没有那么生猛 但是我们希望做到这个 应该讲是质量最好的 然后它的成才率也是最高的 这样的一个会员制的 这样的机构 对 所以我们把Chat GPT当作 看作是什么 看作是一个AI助手 那我们在这节课的目的是什么 在这节课课程的目的 就是咱们要从零开始 要打造一个你的个人的AI的工作台 大家这个 我看都能够这个发言 我会给大家去做一些提问的 大家如果回答的比较好的话 我在圈里面会给大家发红包 所以你们可以积极的 在聊天区里面 刷屏刷弹幕都没关系 我刚想问这个问题 你可以找一下点点 我发那个红包 然后电人说 你这是Notion吗 对 这就是Notion 所以我们的这节课堂 绝对不仅仅讲的是Chat GPT 我们可能连Notion一起讲了 包括大家耳熟能详的所谓的AI的绘画 然后AI写诗 AI翻译 跟AI相关的 跟生产力相关的内容的话 都会跟大家去来聊起 写在前面的话 对 待会就给大家看看什么叫做Notion AI 我已经相对来讲 用的还是比较明白的 咱们也可以顺道去来对比一下 Notion AI和Chat GPT 相比较的话 哪个更好用 有一个写在前面的话 每天群里 尤其咱们大群 大群因为什么样的同学都有 每天都在讲赚钱 怎么用Chat GPT赚钱 我想在这一定要跟大家讲明白的是 Chat GPT它是一个生产力工具 什么叫生产力工具 那个刨地的铲子除套叫生产力工具 对吧 因为它能种地 然后这个货车 飞机 这都属于叫生产力工具 因为它让人和货物跑得更 它让人和货物跑得更快 那么 那么这个还有什么生产力工具 电脑手机 这都是生产力工具 你用它可以去销售 可以去干活 那Chat GPT是什么 我们认为它是一个最新的 最新型的生产力工具 就是很多人说我要用Chat GPT赚快钱 然后咱们这一拨就搞个几十万 太短视了 太短视了 Chat GPT的这股 这股可以叫浪潮 绝对不仅仅是说这一两个月的事 未来的 我相信未来的十年到二十年 就不光是我们这一代人 我们的下一代人 都会深受它的影响 应该讲现在就已经到了一个 变革的一个开始了 所以它不是商业模式的创新 但是它极大的会提高了你的效率 所以我们要想赚钱的话 咱们真的是需要好好听 包括我们去成立这个Chat GPT的俱乐部 也是因为我们认为光我们自己学是不够的 我们需要拉着几千上万个会员 一起来去认真的学习和实践 那么我们怎么样能够每个人都配备一个AI的工作台 因为咱们以前 中国人老百姓都说笨鸟先飞 然后勤能补着 努力更重要 但是你会发现当有了AI的这个东西之后 它就是配备了魔法 知道吧 这个就是我们用肉身去对抗魔法打不过的 你再勤奋 再勤奋都没有用 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用魔法去来对抗魔法 这个时候我们才有机会 所以还是那句话说的 就是不是这个机器把你取代了 是会用机器的人去取代那些不会用机器的人 所以这件事是我们的会员需要 首先是需要清晰认知的 千万不要把这个Chat GPT的这个事 就当做是一个一锤子马来一阵风去赚这个快钱 这个太短视了 待会我会给大家去举很多例子 然后目录的话大家看一看就好了 你们都可以看到 然后先送福利 第一个福利大家都已经用到了 因为我知道在调研当中的话 咱们有很多小伙伴 我看了一下 其实有点出乎我的意料 因为原来我以为可能得90%的人都还没有体验过 但是我看了一下 咱们的会员平均素质平均水平还挺高的 这个咱们差不多有百分之大 是比较差 差不多有百分之多少 百分之六十到七十人其实都已经体验过了 所以咱们还是有很多同学 我把这个谈光就放左边了 这个大家都可以看到 有60%到70%人 其实都已经体验过了 我觉得是挺好的一个事 所以在群里面大家去聊一聊 我觉得都没问题 就是咱们既然是咱们的训练营的第一期 我们特别主张大家 坦诚沟通平等交流 然后有任何不会的 咱们就随时问 因为网络的环境问题的话 确实挺讨厌的 还必须得解决 但是我们还没法帮大家解决 大家也理解一下我们 网络环境的这个事 我们如果解决的话 它不是我们应该去做的事情 所以我们主张就是说 大家互相帮助来去解决 如果大家说实在解决不了 对吧 这真的有困难 这个可以找点点 你们就私信找它就可以了 所以第一个福利 就是先让大家先行的去体验出来 对吧 相对比较小白的同学 之前完全没有体验过 你先拿着这个 我们叫做什么呢 我们叫做 Tex-DaVinci-003的这个模型 这个模型是 ChatGPT的官方的公司 OpenAI 它是官方推出的 这是它后面的说明 它叫做这个是最有能力的一个模型 但是说实话 这个模型 像比较 ChatGPT的原版来说的话 这个能力还是要差不少的 所以我们还是主张大家 要去体验这个原版 这个国产的这个版本 大家可以去玩一玩 体验一下 从来没有体验过的 就体验一下 我看群里面 这个大家已经开始玩下来了 我觉得这个挺好 但是大家要进一步的 去来体验完整的能力 然后第二个呢 就是那个Plus版本 我接下屏幕 大家看看能不能看到 你们能看到我 我这样左右接换屏幕吗 要能看到的话 可以给我回复一下 就我这样左右接换 都能看到 对 我这个界面就是Plus版本 这个Plus版本呢 这就有一个黄色的标志 有这个黄色标志呢 它的最大好处是啥 它的这个最大坏处是收钱 一个月是20美金 这是官网的明码标价 好处是什么呢 最大的好处就是它稳定 就是你真的能开始去用了 这个 因为咱们用那个Free的这个版本 因为全球太热了 实在是 这个特别特别火爆 经常把网络给这个 这个拥挤掉 所以当你从这个Free的 这个种Plan 然后切换到这个Plus的 这个版本 看这不是写了吗 20$每个月 然后呢 就你能够体验到更快速的版本 要体验这个版本呢 它的门槛呢 还是挺多的 都有哪些门槛呢 就是那就不光是网络问题了 你网络问题首先要解决 然后你要解决你的那个 信用卡的问题 就是卡你得是那个 美国本地卡 你还得有个地址 地址和那个卡最好还得匹配 然后还得有搞那个手机号 对 这个其实还是比较复杂的 所以呢 Plus的这个版本呢 我们会有这种合作的资源 然后呢 这个不能说很大量啊 这个少量的帮助同学们 去来解决这个问题 是可以解决的 这个价格的话呢 应该比它的官方的平台 要稍微更低一点 因为从汇率算的话 20美金 按照7的这个汇率的话 也140了 这个我们这边的这个渠道的话 就120 就我们在这个里面 不去做任何的 跟这个钱相关的事情 就是大家能够用到 这个Plus版本 我觉得还是蛮好的 大家也 待会我会给大家去演示一下 那个Plus版本的这个体验 确实还是比较的顺畅的 嗯 然后咱们现在就可以体验一下啊 大家不是都可以看 看到吗 我正在 呃 和 Chat GPT 娱乐 娱乐部的会员们 呃 开始第一次的 课程 作为 主角 在GPT 他就 他就主角嘛 对吧 你有什么 想对 大家 想对 大家说的吗 这个是Buck版本的一个 一个体验 大家可以看一下 其实他的那个体验跟 Fruit的这个版本应该是 呃 从能力上是一样的 但是他的网络相对来讲要好一点 我不知道现在的这个时间 他的网络速度怎么样 也不是很快哈 好的开始了 这个大家都可以都可以看到吧 呃 就是作为 很多还 没有没有真正上过原版本的同学们来说的话 我觉得可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呃 静下来来去体验一下 哈哈 似乎差不太多 对 这个在 在一些比较common的这种呃提问方式下面的话 其实 他的能力呃 应该讲还不是特别能够能够看得出来 但是呢 其实你会看到 有几个比较有意思的地方 一个是左边 他的这个对话的title 看到了吗 他对话的title 他直接就通过这样的判断 他把这个title去定位到了开启学习之旅 这个应该讲他的这种语义的话 还是分析的非常精准的 然后第二个呢 就是他整个的 plus的18美金会有增加 我呃 应该不会有增加吧 他的定价不变的话 咱们这边也不需要变 其实是无非就是充值的那个费用 然后呢 你可以看到 其实他的整个的 这个 就作为如果有40%的同学 还没有体验过这个原版啊 可以看到 其实他整个的这个内容的生成 还是非常的完整的 就从从开头到结尾 从这个里面的喊口号 对吧 然后到这里面的行文的逻辑 其实都还是一个直接就可以拿来用 的这样的一个讲稿 这个其实就是ChatGPT 他最有 应该讲这个最有效的能力 中英互翻是吧 中英互翻能力 其实还是不错的 因为 给大家透露一个数字 就是ChatGPT 它的这个后台呢 是1750亿 就是175个billion的这个数据的参数 这个这么多的数据参数里面的话 中文的比例 大家知道是是多少吗 中文的比例只占 它整个数据量的2.2% 那也就是说 如果我们纯通过中文的这种方式的话呢 其实它的数据量 比这个英文的整个体量 还是要小不少的 英文大概占了50%多一点点 然后第二大语系的话 应该是西班牙语 然后再往下的话 中文其实排的名次并不高 这个 中文的话大概会是排在这个 第10位 第11位左右 然后之所以选择这个 腾讯会议的话 也是想跟大家说 因为在那个直播里面的话 很多时候话会讲得很赶 就它并没有办法 很好的去 这个比较透彻的去做讲述和陈述 所以我们决定 用这种封闭式的 腾讯会议的方式 去跟大家 这个 可能没有像直播一样那么快 但是呢 对于很多 就是自称为小白的同学们来说的话 是相对比较友好 所以呢 我还是那个观点 就是在我们会员里面 可能有很多同学都已经很熟了 对吧 玩了有一个月的时间了 但是呢 我也希望大家能够稳下来 然后呢 能够我们大家一起来去做共同成长 好 接下来的话是一些比较基础的内容了 那ChatGPT 首先呢 大家不要去找下载链接 没有下载链接 它不是手机APP 它不是手机APP 说三遍啊 所以它不需要下载安装 然后第二个呢 ChatGPT呢 它也不是一个独立网站 它不是一个ABC.com 它不是这样一个独立网站 它是什么呢 它是OpenAI OpenAI是一家公司 OpenAI的这家公司 是 就是埃隆马斯克和 YC的一个很著名的投资人 共同创立的这样的一家公司 它做什么的呢 你听这名字就知道 OpenAI嘛 它原来就是做 做接口 做引擎的 其实它本来应该是 藏在后面的这样的一家公司 结果呢 做了一个ChatGPT 然后你一下就火了 那OpenAI的 OpenAI的这个主站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 这个名很好记 Open对吧 开放的 AI就不用说了 OpenAI.com 大家想上 你现在这个随时就都可以上 所以呢 它不需要下载 也不需要去 去找ChatGPT的那个官方网站 然后呢 ChatGPT的主页面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Chat.openAI.com 大家直接敲这个域名 就可以了 所以呢 你看我在这个 就是 这是我的那个 这是我的那个 刚才那个界面了 就这个就是 ChatGPT的大本营 所以其实 如果没有网络问题的话呢 这个 就是 就是进这个 ChatGPT并没有那么复杂 就是国内就把那搞 搞的比较复杂了 其实它并不复杂 是一个很简单的入口 进来之后的话 这个页面 也就也很简单 干干净净的 对吧 就底下就一个 对话框 左边非常简单的一个 一个列表 然后你通过手机的话 也也基本上是一样的 所以呢 大家 就记住这两个入口就够了 你不用记那么多东西 也不用觉得太复杂 这个 首先你面对一个 之前陌生领域的话呢 我们有时候很容易 这个自己把自己给吓住了 就是很多同学加入我 第一件事就说 哎呀 我是小白 我这个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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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上 上不了 并没有 这个都很简单 所以呢 不要觉得有什么神秘 所以啊 这个入口啊 大家就记住啊 openai.com 和chat.openai.com 如果有那个 如果点点在 或者是有家同学的话 你们也可以在那个群里面 帮我把一些这种 敲黑板的知识点 可以去 呃 发到那个群里面 这样的话也是 这个 帮助大家去做一个记录 然后呢 chatGPT为什么 就它 它是怎么一个活法呢 哎 这个东西我觉得还是 值得给大家看 看一下的 就是 这个是我们 check到整个chatGPT的 这个主题的一个 流量破圈的轨迹 这个 大家可能之前没有看过 这个是我们在监测 全网流量的时候发现的 因为大家都知道 我们是一家 这个技术型的 MFIN公司嘛 就是 MFIN就是 就是那些 签约大V啊 签约网红啊 签约创作者 我们更多创作者 这个 就是 做的这样的 这个媒体的公司 但是呢 我们自己本身呢 又是 这个 一家技术型的公司 所以我们有相对 比较强的技术能力 因为我本人 之前在腾讯 工作了11年的时间 我本人在负责腾讯 这边所有的搜索产品 就大家用到的 腾讯的搜搜 然后微信的搜一搜 看一看 然后包括你们手 手机里面的 那个搜狗输入法 这些都是我 以前的产品 所以那个 应该大家也 并不会很陌生 然后呢 我们看到这个 破圈的轨迹呢 是 第一波的话 是在12月3号 到12月4号 在这个第一波的时候 就直接从零 干到了百万的 这个搜索量级 我现在这个上面的 数据的话 都是搜索的数据 所以你看 从零干到百万 搜索量级 只花了短短的 三四天的时间 就非常猛 就一下就 这个大家都 就都非常关注 但是呢 在这个期间呢 其实它还只是 这个互联网行业里面的人 就业内的人 会比较关注 但是呢 一下到了这个 2月初的这一波 就更不得了了 从21号 到2月7号 其实原来 都已经回落下去了 原来都已经回落到 这个 就每天大概 十来万的 这种搜索量 但是结果 从2月1号开始 一下就干到了 这多少 这接近 接近这个 800万 对吧 接近800万 这样的这个量 量级 为什么我说 这是这个 千万的这个量级呢 是因为 它这个东西是 是指数 它这个不是 真正实际的 那个搜索量 实际搜索量的话 还要乘以10 所以这个是 所以这是非常夸张的 这样的一个破圈 所以也正是因为如此 这个行业里面的话 就开始热炒 在热炒这个概念 那确实呢 也是因为 ChatGPT 它所表现出来的能力的话 也会非常的惊艳 所以我们看到 随着这个曲线 这个12月初的时候 10月8号 就是百万搜索量 2月4号达到 6000万的搜索量 那现在的话呢 可能有一定的回落 但是呢 我们也都知道 2023年已经被称为 AI的这个元年了 那么 AI也作为一个新的生产力 它正式走上了 我们的工作岗位 然后正式开始 对人的替代 这个一点不跟大家开玩笑 这个待会我们会看到很多的例子 因为我们不光是我们公司 不管是美国公司 欧洲公司 还是中国公司 其实 乔客虎说你进到牛逼应了 恭喜恭喜恭喜 那个 其实都已经开始在这个 ChatGPT这样的工具的负能下面 要么是减少了招聘量 就要么是减少了招聘量 要么呢 是这个 他 应该讲提高了对人的要求 所以呢 大家一定要 要重视 为什么重视 你看他速度有多快 就是实现100万用户 ChatGPT只用了5天时间 实现了月活一个亿 ChatGPT也只用了两个月的时间 所以他非常非常厉害 那 这个具体的技术原理的话 我就不跟大家去来细讲了 这个后面 有这个 技术专题的时候 再跟大家去细讲 但是大家只需要记住这一点 就可以了 就是 ChatGPT呢 他的训练的模式是什么 他有三种训练模式 他的这个训练模式 跟小孩的那个 这个 就是小朋友 如果咱们的会员里面 家里面有小孩的话 会 跟那个小孩的训练的机制 会特别像 第一类的机制是 是什么呢 第一类的机制是 当你提出来一个问题之后 他是从一个 很大的问题库里面 随机就抽一个问题出来 那机器可能不会答 机器不会答 会怎么样 这个 叫做标记者 就是AI trainer 就是AI训练师 他会 训练师会去写出来这个答复 所以呢 这个叫做代替机器去回答 就是 人回答了之后的话呢 机器向人去学习 这个是第一种方式 第二种方式呢 就不需要人去回答了 是 机器会自动给出来了 一堆的回答 然后呢 人在这里面标记 说 我觉得你回答的 这个 这个回答的 这个第四个回答最好 或者有的时候 可能我第二个回答最好 对吧 你看第二种方式的话 就是人去标记排序了 人就不需要再去回答问题了 到第三种方式是什么 第三种方式就厉害了 就是吴建东学习 吴建东学习就是 这个机器 它自问自 它是自问自打 双手互搏 这个就跟咱们看 那个武侠小说一样 就是 它无时无刻 都是在不断的去阅读 不断的在向自己提出问题 然后自己再从这些 几大的数据库里面 去寻找答案 所以它会越练越准 所以大家会看到说 阉割功能也好 或者说版本迭代也好 你会发现这个机器 它还是在不断的去更新和优化的 对 这一点其实是非常可怕的一点 为什么可怕呢 是当我们把这个 这个一个问题抛给那个 OpenAI和Google的工程师的时候 因为我有很多朋友在硅谷 这个我们经常是跟那个 OpenAI的 Engineering的团队 还有Google的 那个Brian的团队 就Google大脑的那个团队 还有Meta团队 我们在 有时候就在聊天 因为我们也有 有些老同事在 在硅谷那边 所以大家到现在的话 就会 就会讲说 这个机器现在跑来 什么结果的话 他们自己也不知道 就是 这个Chack GPT 其实这个技术的话 已经出来五年的时间 就最近这一年 这个效果突飞猛进 是大家始疗未及的 在大家没有料到 能有跑出来这么好的效果 所以你看这个 这个 花这个 这么多用户涌进来之后的话 OpenAI天天崩嘛 它为什么天天崩 它要准备好了 它不会崩的 对吧 它是没准备好 那它没准备好 那它没准备好的 这种情况下 这个 那说明什么 说明机器的 这个学习的速度 这个远远超出 他们的预期了 这个其实是本质 并不是说OpenAI卡着 咱们说 你这些人就是不许上 那不是这样的 核心是因为 这个OpenAI自己 其实都没有料到 会不会几点 这个提前到来 我觉得会的 我觉得会的 而且它是 24小时不间断学习 对吧 然后呢 而且还配合了什么呢 还配合了微软的 这个大数据和它的 有一个机器叫做超算平台 这个大家不知道 有没有接触过 叫做Allure Allure是一个超算平台 这上面集成了几十万块的CPU 和一万多块的GPU 然后呢 它产生到的这个结果是什么 就是出人意料的优质的产出 它为什么这么爆发式的增长 那还是因为它的这个效果 大家会觉得非常惊艳吗 我在那个 它GPT的俱乐部里面 也会收到很多同学的来信 就是在那个对话里面 就说 你能不能帮我试个这个东西 能不能帮我试个那个东西 大家也可以这么来用这个点点 点点就是大家的一个好朋友 他也挺热情的 然后这个 你们有问题的话都可以 甚至你们都还没有体验到 OpenAI的这个原版产品的时候 你们都可以把一些问题抛给他 他帮你问就好了 这个就是精神的一个用户 他说他下午马上要写一个那个公文 然后呢 他就这个 这个有点卡住了 卡壳了 就说你能不能这个 你看这个标题是什么 是以身份论为命题 写一篇关于干部成长办的原因 和建议的文章 所以一开始我这标题 我都没看明白啥意思 这是咱们那个体制内的一个同学 然后呢点点收到之后的话 就给他生成了这样的一篇文 这样的一篇文章 这还没写完 然后还有这个下一页 大家可以看看那个 具体的一些行文和断句的这种感觉 你看就拿这段话来讲 另外我们还应该注重干部的心理健康 许多干部由于工作压力大 然后工作环境恶劣等原因 可能出现身心疲惫 然后让干部在工作生活中 保持良好心态和情绪 非常自然 非常自然 那咱们再看看百度 把同样的一句话 你如果这个 问百度会是怎么样 请你写篇文章 对吧 这是刚才的那个题目 当你去问百度的时候 我们得到的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 是不是相差非常大 年轻干部的成长的思考和建议 那这个跟你身份论为命题 一点关系都没有 也没有这个成长慢的这种问题 所以你会发现 就变成什么了呢 就变成机器 它开始能够非常精准的 个性化的去来匹配你的问题 而且呢 它这个提供出来的这个答案 就是在一分钟之内 速度非常快 然后呢 质量也相当 应该讲也是相当高 的 所以呢 ChatGPT能够帮助我们做什么呢 首先 我举几个例子 它就变成了一个 至少是一个初级程序员 这个是我昨天 这个写的一个东西 这张表的话 大家应该 都看到了吧 对吧 这个不是今天那个 共享到群里面的那个文档了 因为它这个卡密 是拼出来的一个URL 所以呢 它在这个拼URL的时候 其实我们的程序员 给出来的是这两列东西 但是呢 这两列东西 拼成这个URL 其实还是需要 就是你一个一个手工拼 这很累了 这有上百个这个数 这有上百个数据项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让这个 ChatGPT去出来了 这样的一个代码 大家可以看 在Excel的同一个sheet里面 第一列的数据字段是用户 第二列的数据字段是CDKey 然后呢 我们要根据规则 生成第三列 然后规则就是用户 第二这样的一个拼URL的方法 然后呢 最后你帮我写出来这个VBA的代码 然后并且交给我步准 就这段代码 这段代码当你去把它拷贝下来 丢到Excel里的时候 那么它就生成了 它就生成了这样的一个结果 所以大家看到这个是一个什么呢 就是这一段代码 虽然我自己可能以前编过程 但是你让我在Excel里面 写这么一段代码 我也得查半天资料 这个没有两个小时的话 这个问题可能解决不了 但是呢 我们通过把这个需求去描述清晰 那么这段代码 不经过任何的调整 和编译 其实它就已经 可以正式的开始上线运 上线运行了 那作为公司来说 或者作为你个人来说 所以以后不要觉得是说 我没学过编程 所以我就做不了编程 我没学过这个中文 我就没有办法写文章 可能以后不是这样了 就是我们能够把这个需求去 讲清晰说明白 那你能够快速的摇身一遍 变成一个至少七八十分的 这个程序员 然后七八十分的 这个英文翻译 七八十分的中文的写作者 对吧 所以我们的这个课的目的是什么 我们这个课的目的是说 你把这段话 就你上面这段话 你要讲清楚 你不能说 我有个表 里面有两个数 你把这俩数给我拼一块 给我完成个任务 那这个机器听不懂 所以呢 我们看到就是 Chat GPT这样的工具的话 它在取代一些人的工作 就之前的那些 就是可能相对来讲的一些 Junior 就一些比较初级的工作 它会被取代掉 但是呢 Chat GPT也需要人来不断的去训练的 所以我也希望是说 从我们的这个俱乐部里面 能够诞生出来一种同学 一种画像 一种职业 这个职业其实也不是我说的 这个职业其实已经被 这个很多 这个Google和OpenAI的 这种大牛去验证过了 就是以后专门有一类人 他就训练AI的 因为Chat GPT 他本来就是通过人去训练出来 所以咱们也可以去变成 这个AI的训话师 刚才已经有同学 这个就是都已经上了 那个New Being了 我现在我那个都还没有通过 我听他们讲的话是 你如果用Outlook 或者用超级无敌卡 小开你看看换一个网络环境 是不是会好一些 如果你去用hotmail 或者是outlook.com的邮箱的话 你有可能会更快 因为我的同桌就是曲目老师 曲目老师 曲目老师应该在下两节课的话 会给大家去讲这个 Chat GPT里面的promote的环节 那么他其实比我晚申请了好几天 然后他这边就先申请过了 所以他这边给了我一个 给了我这样的一个case 给了我这样的一个截屏 这是什么呢 这是他的这个问题是说 2022年的Q3第三季度 腾讯 阿里百度的广告收入的比较 做成一张Excel表 这个命题是一个什么水平的命题 我跟大家说 因为曲目老师是保洁出身 就保洁市场总监出身 然后后面是到腾讯做市场总监 所以他是非常的 这个应该讲是非常高端的这种商业人才 那他的这个问题呢 基本上是会提给他的这个 就是手下 他的手下什么水平呢 名校毕业 就至少是211985 然后呢学商科出身 或者学经济出身 反正理工科吧 然后呢要花差不多一两个小时的时间 才能够把这些信息去积累完整 然后呢才能够形成这样的一份报告 但是这份这份报告 这个new being从接收到这个指令 到把这些文件搜索下来 到生成这样的一份报告 花了多长时间呢 那也就是两分钟吧 对 所以大家看到的是什么了 我们看到的是啊 就是他已经开始 已经开始去替代一些什么呢 就最开始我们在判断这个AI的时候 说这东西要替代 替代体力工作者对吧 要替代这个我们所谓的那个 就是这个并没有任何那个歧视的部分 说替代一些这种 这种低端人群 或者这个低端劳动力 但是你会发现呢 这个干了半天 你会发现这个现在谁最危险啊 那不是体力工作者 这现在最危险的是这个初级的脑力工作者 比如说这个设计师对吧 画师 那现在画的可能都不如AI做画画的好 然后那个很初级的内容编辑 对吧 做那个什么叫稿 验稿的 那完全都不需要了 对 所以呢 并他是联网的 因为ChatGPT他的一个特点的话 他是2021年9月份以后的数据就没有了 他用了2021年9月以后的那个 就是9月以前的那个数据 做的这个1450亿的这个数据的训练 在那个时间之后的数据都没有 但是病的这个东西厉害的话呢 他是厉害在厉害在这个 他是非常实实的 但是有很多同学都已经体体验过了 说那个病更新以后已经废了 不知道是不是最近被这个大家玩坏了 我看有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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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中国也有 国外也有 这个叫做什么 这个欺骗AI是吧 然后让他进入梦境 催眠AI 我觉得也是玩的挺花的 那这个说明什么呢 这个催眠和这个梦境啊 就大家可能用一种比较形象的方式 去来隐喻 但是说明什么呢 说明我们现在面对的AI 和我们之前面对的什么 这个这个Siri啊 什么这个小杜同学啊 完全不是一个概念 就是现在的这个AI 我们面对ChatGPT的时候 它其实是具备像这个人脑一样的内容联想功能 你想这个内容联想是怎么想的 咱们想到咱们想到一堂课对吧 想到这堂课的时候 咱们就在想 这个教室长什么样子 然后这个教室里面都有哪些布置 都有哪些人 桌衣板凳分别放在哪 有什么样的这个设备 那ChatGPT 它的思考方式也是这样的 因为它的训练过程是什么呢 它的训练过程就是给它一段话 把其他的地方全抹掉 就剩一个核心词 然后让它猜那些地方都分别是哪些词 那这不就是一种想象能力吗 这个想能力其实就是一种信息连接能力 所以呢这个时候 我们的会员应该有这样的意识 就是绝对不是说机器是机器 人类是人类 它的运作的模式 它的运作的算法 其实已经越来越相似了 所以呢我们这个很 我看在一两年前 在2021年2022年上半年的时候 还有很多新闻就是在争论啊 说机器跟人还是不一样的 因为这个人有情感 机器没有情感 就这些其实都是当时的一个误判 因为你会发现这个机器有情感起来 它也挺有情感的 让给你的感觉 对 所以呢说完NewBing了 然后咱们再说这个Notion AI 刚才大家也都 这个Notion AI的关注度 没有那个NewBing和XGPT那么高啊 但是我是用了一下 我还是比较震撼的 待会我会稍微晚一点 给大家先卖个关子 再晚一点 我会给大家去看一些例子 Notion AI今天 这是今天的一个同学 然后呢他说 他要让我帮他去生成一段文字 然后生成什么文字 大家看啊 这是个学 肯定是个学文文学的小伙伴 他说绵绵总会梦到一个场景 一个白衣见尸的男子 撑着一把梅花油纸伞 隔着雾气似的重重雨连 一双哀伤缠绵的毛字 像是期待着什么出现 以此为背景 写一篇架空虐恋文 字数500到1000字 我记得我们这个团队 看到这个需求的时候 包括点点要把这段话给我看了 说实话 我们没搞懂 什么叫架空虐恋文 这个可能是网文的 一种题材的形式 但我觉得这个用户 肯定还是一个高手的 他也是我们的一个会员 不知道今天 有没有在我们的课堂上面 让大家可以看看 这个下面是Notion AI的写作 另外一个空间和历史 Notion AI在国内是不是能用 我觉得大家可以去试一下 对Notion AI排队也是200万 对也是200多万 但我好歹还排到了 大家可以看一下他写的内容 而且Notion AI 而且Notion AI 其实还有一个好处是什么呢 就我发现说他写了这么长东西 他中间没有卡断 他没有间断 这个挺厉害的 所以我觉得大家如果有条件的话 我觉得不光是说Chat GPT Notion AI这些的话 真的也是可以去来考虑的 大家可以把屏幕放大 如果你没有手机的话 可以把屏幕放大横过来 你可以看看这个文章 我觉得写的还是很不错的 写的还是非常不错的 Notion AI你搜寻引擎就可以搜一下 在百度上面就可以搜到 看到了吗 而且Notion AI的内核和Chat GPT是一样的 他用的都是GPT 3.5 其实等于是说Chat GPT出来了两 生下来了两个baby 然后一个baby叫做New Being 火的一塌糊涂 第二个baby叫做Notion AI 静悄悄的上线了 然后呢是圈子里边人都说好 好那我再继续啊 还能做什么 还能做很多事 但是呢在这的话 我就不跟大家去来 这个讲太多了 这个后面在应用的层面的话 陆续都会讲 然后讲讲和赚钱的关系 在群里面的时候 就是前两天我们在真正征收会员的时候 把我们赚钱的一个经验去分享给大家 为什么能够跟大家去分享 为什么跟大家能够分享这个赚钱的经验 是因为我们真正赚到过钱 就是在这个 应该讲是在通讯的时候 我负责的生意 一年差不多是20个亿左右的生意 那个一年就从我们的团队 给这个通讯赚到的收入 是这个钱 然后呢当我们去做一家创业公司的时候呢 我们到现在的话应该是 融资应该融了有三到四轮 然后我们总的这个融资额的话 大概是在一个亿左右 然后呢今年的这个成绩呢 我们从今年年初到现在 二月份没过完吧 我们现在的这个收入的话 大概做了有那么 不到一千万的收入 可能第一个季度的话 我们可以做到一千万的收入 所以我们本身是一个 本身是一个赚钱的公司 而且呢不是那个 就是赚那个 就是相对来讲比较灰的钱 我们赚的是什么呢 我们赚的是这个品牌商的钱 所以呢 这个我想跟大家来去讲的 就是说你追风去赚钱 像这个同学啊 这个轩员 他应该没有进到我们的这个课堂里面来 他说我卖号对吧 然后给培训机构 然后我就赚钱了 这能赚多少钱 这一个人最多赚个几千几万 大不了几十万 其实你很难去持续了 因为我现在看到代理都已经闻风而退了 为什么呢 是因为大家都开始免费了 对吧 像我们咱们国内版的那些账号 大家随便用 所以呢 就这个快钱你很难去长久的去赚 然后呢 等风过了 赚到头了 继续炒别的 那这个说明什么呢 说明你缺少一个长期价值的积累 就是我希望咱们俱乐部会员的小伙伴 我觉得大家不会百分之百都留下的 但是我希望能够留下的人是能够真正给你们产生积累 然后呢 你们产生积累的原因是什么 因为你们有这个核心价值 就是你比别人更懂拆GPT 或者说你不你不比别人懂拆GPT 你比别人更懂NOTION AI 都很好啊 你你你效率就是比别人高啊 别人能够生产出一篇带货文 你可能能生产出五篇带货文 质量还样样的好 那人家不选你选谁呢 对吧 所以呢 它不是一个风口 就是我们尽可能 我们普通人啊 你很难追风口的 我知道腾讯追风口 对吧 我腾讯出来的 我在腾讯待了十年 大家都说腾讯抄袭 腾讯追风口 那大家知道吗 这个我们在腾讯 一个游戏事业部 大家知道有多少团队在做游戏吗 有200个团队同时在做游戏 甚至做一款游戏 同时有五个团队同时竞争 谁跑出来算谁的 当有一个团队跑出来 剩下的那个四支团队全部fine掉 这个叫做追风 这个叫做追风的核心竞争力 就是你足够的快 对吧 所以所谓的风口 它是一种 就是你除非你形成一种快的模式 否则的话像这小哥 对吧 宣远 你通过一个个人的一己之力 你去追风口 不好意思 这个你可能汤都喝不着 所以呢 我们看到的说 拆的GPT 不光是拆的GPT 如果说只是拆的GPT 这一款产品 那大家放心 不会有今天的俱乐部 也不会有今天的课堂 因为它不是一个浪潮 当我们看到这是个浪潮 正是因为有拆GPT 有Mid Journey 有DAOE 有这个Stable Diffusion 然后有这个Notion 这个时候它才真正成为了一个浪潮 这个东西 我们围绕着生产力的变化 它是致富的网招 所以呢 我相信咱们的俱乐部 如果说一直的在深沿 在AI创作领域当中的技巧和应用 让我们自己的效率变得越来越高 我们一定是这个能够赚到钱的一拨人 那这个呢 是我们这个会不会有懒惰思维 这个咱们待会儿去来 待会儿去 待会儿去 来去做回答 这个是我们公司的这个账户 所以呢 我也想跟大家去简单分享一下 就我们是一个 还是算是有一定实力的创业公司吧 不能算是说 这个什么样的这个龙头 但是呢 在MCN 在图文创作的MCN的这个领域的话 我们算是一个小头部 那么 所以呢 赚钱的本质是什么 其实就两件事 一个叫做流量 一个叫做交付 就是 流量就是你要有能力去获得你自己的流量 不管是内容也好 还是你的IP也好 都是去获取流量 第二个其实就是你的交付 就是你交付能不能交的去更好 所以呢 咱们的这个 整个围绕着赚钱的这个话题 就两件事 一件事叫做流量 一件事叫做交付 所以呢 知乎也好 小红书也罢 还有百度也好 这些 这些平台都是我们这家机构的 非常紧密的 这个非常紧密的合作伙伴 他们本身就会把流量给我们 然后这个 当然我们需要有好的这个内容 和好的创作者去来做承接 然后同时呢 我们又能够连接品牌 所以呢 我们自己本身就是一个成熟的商业模式 大家呢 过来到一个成熟的商业模式里面 我们用更高的生产力 去来做事情 这个是我们创办这个俱乐部的 这个底气所在 所以呢 我们真的并不靠这个 所谓的卖客卖会员 去来赚钱 但是呢 又不能一分钱不收 因为一分钱不收 造成什么 一分钱不收的话 造成这些同学就全进来了 这就要略必去驱逐良币 如果咱们今天的这个讨论 左侧的聊天窗口 全是怎么赚快钱 怎么卖账号 怎么做代理 怎么拉人头 怎么割韭菜 那说实话 就我也挺烦的 其实我不是特别喜欢这个 就是到处去割韭菜的 这种风格和方式 好 那这个盈利的方式都有哪些呢 大家如果有兴趣的是 是这个有兴趣 要去在这个ChatGPT的领域里面 去盈利的话 我也可以给大家一些建议 就是像持续的培训 AI创作持续培训 这个是可以的 这个你是能够收到培训费的 尤其不光是对个人的培训 尤其是对企业培训 其实是赚钱的 就是有那么多的大企业 对吧 他们的人力 可能是成百上千 甚至上万的 他们节省一点点的成本 那其实对于我们来说的话 是非常多的钱 所以你跟这个大企业去收个 一年收上百万 这个是非常毛毛雨的 就我们很多客户 都是A股上市公司 甚至是这个 美股的上市公司 就是你让他拿出来 这个几百万的预算 其实相对来讲 还是会比较轻松的 所以做培训是一条路 第二个就是做应用开发 和那个数据开发 尤其是模型训练的这一类 这个在后面会请 阿里达默院这边的同学 阿里达默院这边研究员 还有那个1688 整个研发 就是产严线的商业的总经理 会跟大家去 简单的去来这个普及一下 模型训练这块的事情 因为我看咱们的会员里面 也有那个开发的小伙伴 然后其实模型训练的 这件事的话 在未来也是我们去给企业 去做到的一个蛮好的服务 因为这个ChatGPT它是毕竟是一个通用的东西 你说把它用在跨境里面 或者用在电商里面 现在还没有达到这样的可用性 所以它需要很多的这种模型训练 所以这个其实也是赚钱的手段 然后创作类相对来讲的话 模式比较清晰 首先第一个手当其冲的 这个也是我们这个训练营 核心主要去做的 就是社媒平台的内容和创作的 IP的打造 因为咱们现在经常有 外边有很多IP课 有很多写作课 IP课和写作课 都是靠人肉的力量去往上堆 但你会发现好内容要 首先要怎么样 好内容首先你不光要好 你还得有量对吧 你内容再好 你一个月发一天 一年发一天 又不是写名著 对吧 所以咱们要达到多快好省 就是你能够很快的 去生产出来高质量的内容 那么你才能够有机会 去获得更多的流量 所以创作这一类的话 内容代用也好 还是社媒 就社媒就是 刚才我提到的这几个社交媒体 那么它的内容创作和IP打造 其实是这里面核心的商业模式 最后一个就是说 我们为什么打算用Chat GPT跟大家一起赚钱 这个我们没有阴谋 只有阳谋 第一个呢 这个就是我们 就是金人好客 是我们的这个机构品牌了 这个本身我们在2022年 就是像知乎这种平台上面 我们都是年度安心宝 对我们这个在这上面本来就榜上有名 然后第二个呢 我们本身也 也本身也有流量 你看可以看到我们这个机构上面 我们流量的话 这个就还算是蛮多的 还算蛮多的 这是我们一个创作者的流量 这个加在一起的话 我们一年的流量是过亿的 但是呢 我们流量再多的话 它也需要好的内容去承载 因为有了好的内容 才能够有好的转化 好赚钱事说完了 咱们就开始动起来吧 那个 使用注册 登录 对吧 这些 这个呢 我看今天 大家在那个 哎 这下边图片怎么没有 今天呢 我看大家在那个群里的话呢 都有很多的一些讨论了 我切到那个 我切到另外的一个屏幕 我看看这儿有没有 这能看到吗 都可以看到吧 对 就是这个科学上网的这个问题 我知道 同学们有很多解决不了 你们 如果科学上网这边有问题的话 你们可以私信一下点点 但是我就不在那个 我就不在课堂上面专门去讲这块的事情 因为它本身 也是比较有风险 然后呢 我也不想说让我们的这个俱乐部 有太多的这种 这种风险在 因为毕竟是一个 长期运营的这样的一个组织 所以呢 那个 就是科学上网的这个事情呢 我可以给大家看一下 其实并不难 装上这样的一个小的插件 然后呢 我们在这个service 对 你可以选择一个 你可以选择一个service 然后关键的是呢 你要选择一个节点 这个节点呢 这个 我这个现在选择的是个日本节点 因为我刚才选择这个美国节点的话 速度有点慢 所以呢 其实你主要就选择一个非亚洲区的一个节点 日本有时候行 有时候不行 所以呢 你可以选择一个美国或者一个欧洲的节点 你选择这个这个节点 然后呢 代理呢 去设置成为这个全局代理的模式 去把它打开 你只要能够上到这个Google这样的网站 那基本上就说明你这个 就可以去到OpenAI的这个网站上面去做这样的注册了 所以呢 有几个条件 第一个呢 是可以上到外网 第二个呢 使用这个非亚洲区的IP地址 然后美国加拿大都可以 然后亚洲这些就不行 然后呢 邮箱呢 其实是没有限制的 邮箱你可以用Q邮箱啊 1663啊 这些都可以 你用海外的邮箱的话 应该也是可以的 他只要能够查收OpenAI的这个账号的验证邮件就可以了 然后呢 就进入到刚才我提到的那个 那个chat.openai.com的这样的这个 这个预名上面 你就会看到这么一个界面 就这样的一个界面 就welcomechat.gpt 然后呢 左边login呢 就登录 右边呢 这个signup就是注册 你点这个注册的时候 然后呢 他就需要你去建立这样的一个openAI的account 然后呢 就进入到了这个大家都耳熟能详的一个界面 刚那个之前我看群里面的有小伙伴说 首先点了这个continue with google 最好不点这个东西 因为呢 点了这个东西之后 你就没有用户名了 就你的用户名就变成你的google邮箱了 我也点了这个东西 后来我也卡住了 所以呢大家要用这个 就email address 然后你可以 可以用邮箱163都可以 输入邮箱之后的话 他就会给你一个 这个验证邮箱的一个邀请 好像是四位还是六位的一个验证码 然后你输入进去之后 你就可以上了 它就是一个free的版本 然后多说两句呢 就是 这个设这个节点的时候呢 有时候这个节点它会被封禁 就是你上的时候 它就出来那个access deny的那个提示 这个时候的话 你就换一下你的那个节点 接下来的节点 再不行的话 接下来代理 我还见过要换一台电脑的 总之呢 这里面其实涉及到很多网络环境的事 在我们群里面的话 其实是有网络环境的高手 这个大家可以在群里面去 碰到具体问题的时候 可以去问一下 然后手机短信呢 我在注册免费账号的时候 其实没有遇到手机短信的问题 但是呢 因为它的这个注册的流程 变化比较快 所以呢 这个可能有些同学就碰到了 这个手机短信验证的这个问题 这个时候呢 你就上到这个网站 就是我看群里面也都发了嘛 就是smms- 这个 就这个 这个你点开之后的话 我现在就点开了 你看它就是 它本身就是提供一个 接码的这样的这个 这个网站 然后呢 你看我这还有很多余额呢 然后 这个 你 我回到这个文档 然后呢 在这个里面的话呢 你这个 还是注册登录 然后呢 去做这个充值 这个充值呢 本身是可以用 阿里配 就是珠宝 去来去做这个充值的 其实不用充太多 我就是当时 我太着急 所以充值充太多了 现在这个 都存在里面 都花不了 然后呢 充值完之后的话 它在这个左侧的话 就是 你看它排名在上面 是那个Facebook什么的吗 这个OpenAI 其实就在上面 然后你点一下 点一下之后呢 这个 然后点一下之后的话 你就直接购买 就可以了 然后呢 它就 对 它在这的话 其实就会有这样的一个 有这样的电话号码 然后呢 你注册之后的话 你就等待短信 然后它在这的话 就会把那个码 去给你返回回来 就很简单 刚才我看那个 大七说 下载了Notion注册了 不用排队 可以直接用 好 恭喜恭喜 大家 如果那个能用的话 你们赶紧下 一会儿你试一下 那个NotionAI 确实Notion和NotionAI 是分开的 你可以试一下 我这个里面就有NotionAI 然后呢 选择那个电话号码的时候呢 我给大家看一下 我刚才选择的不是这个 OpenAI 然后我选择的是那个美国吗 我选择这个 有时候呢 它这个 它这个 它这个美国的电话号码 它可能是会被那个限制的 你可以试试 印度的 我看最近有很多人是印度的 也有人是这个印尼的 反正大家都试一下 因为每次 这个75P是非常非常便宜的价格 好像是卢布吧 卢布可能 也就是几块钱 可能到不了几块钱 就非常便宜 我看这个 有人说这个接码成本是0.35 就是3.5的成本 那你就多试几个呗 对吧 你不需要充太多的值 然后你多试几个 试卢布 阿根廷能用 对 大家如果这个要试的话 你们可以多试一些国家 嗯 在群里面多问一下大家 然后呢 回归到这个码之后的话 其实就在这个地方 你去填一个那个电话号码 填完电话号码以后的话 他就给你返回了一串 这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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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验证码 这个验证码 我实测是可以通过的 这个大家多试几次 你可以你可以通过 通过之后 那就完事了 但是plus版本呢 还有一个问题 是那个信用卡的问题 这个很麻烦 这个信用卡的问题 我自己都没有跑通 因为我还有这个海外的 比如说像什么新加坡的呀 香港的呀 都不好使 就它卡的特别严 就plus版本卡的特别严 我的建议呢 就是你们可以去找那个点点啊 去登记一下 因为这个价格呢 我觉得还是比较的实惠的 因为这是我一个 就是圈子里面非常好的一个朋友 提供的一个通道 他说你可以在这上面加价什么的 我说那就不需要了 这个因为本身就是给这个 大家去来 就去给大家那个 去来谋这个福利用的嘛 所以呢这个 大家去买呢 其实那就相当于是什么 相当于是说 120块人民币你买一个月 等过一个月的话 如果你再需要的话 那可能还需要 需要重新再去购买 因为它本身那个美金的话 也是一个付费的状态 所以呢 基本上就是 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基本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所以在注册登录 这些地方的话呢 我是建议大家要多去 这个 有些交流 好 然后呢 这个时候到我们比较 那个有意思的地方了 除了ChatGPT以外的话 我们还有Notion AI和NewBeing 接码平台网退钱 是啊 我是接码平台网退钱 还没来得及搞 然后呢 我们看看这个怎么用啊 ChatGPT刚才大家都已经看到了 咱们先切一个ChatGPT吧 咱们问问他 你知道Notion AI吗 你对他有什么评价 我觉得他应该不知道 因为他的那个数据库的话 是在2021年9月份之前的数据 之前的数据 我觉得这是他编的 然后咱们再来看看这边 空线格 大家看到了吗 就出现了这样的一个界面 这个界面上面写的 Ask AI to write anything 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用中文 你可以用500个字 评价一下 ChatGPT吗 当我回车之后的话 你看他在这显示说 AI is writing 怎么样 还是挺顺滑的吧 有没有这种感觉 然后呢 你在这如果写这个down 选择down的话 那他这段话就留下来了 如果你觉得这个写的还可以 你想把它 让他继续写 你可以点这continual writing 他会给你继续的续写 你看他这个续写 还是蛮多的对吧 然后呢 如果你觉得他写的还不够 你可以make longer 看到没有 这个是不是就相当于是在你的一个非数文档 腾讯文档里面 加入了一个自动化写作的这样的一个工具 这个工具 大家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 这个还是最简单的一个 这个AI的应用 好 咱们觉得 这写的还不错 咱们就把它留下了 那好 那咱们换一种方式 咱们说 我要开一门chat GPT 从写作到商业变现的课程 你能给我一份比较完整的大纲吗 大家看到这个有什么感觉 你们肯定在想说 这个商业老师 你这个大纲肯定是用AI写的是吧 我告诉大家还真不是 功能是如何设置 一个空格就呼出来了 一个空格就呼出来了 真的我第一次看到他写这个大纲 因为我的那个Notion AI 也是今天刚刚配置上的 我真没想到他这个大纲 能写的就还可以吧 是吧 这个跟我上面的那个内容 相比较的话 好像看起来也不差哦 chat GPT是什么 历史和发展应用场景和前景 然后技术原理 三预言模型 这比我写的还专业呢 对吧 基于Transformer的模型结构 应用领域 智能客服 文本摘要 自动化写作 实践应用 对吧 写作应用 商业应用 未来的趋势 实战的案例 实践的操作 实践案例和结语 九章 大家有什么感觉 有没有一种 这个 这都不是山雨 欲来风满楼了吧 这个真的是 未来以来的这种状态 然后咱们看看啊 呃 可以用英文吗 看他有没有上下文的能力 对 我是在用 我不是文档调用notion 是呃 哦 他这个没有上下 他这个还没有上下文的能力 咱们尝试一下这个啊 对 和平象征 你说对了 我确实觉得他的这个写作能力的话 比 ChatGPT还要强 呃 咱把它选中啊 这是另外的一种用法 然后我点这个位置叫做ask AI 然后呢 然后呢 我说翻译成英文吧 然后呢 李传斌说八股文太多的必然哈 呃 其实可能比你提到的这个八股文的这件事还要更更不一样 因为并不是所有文章都是这个呃 就是咱们人类眼里的八股文 因为咱们人类眼里的八股文是反复重复嘛 呃 呃 那所以呢 对于这个 ChatGPT的原理来说的话 因为它是一种学习机制 它的数据量要比我们能够接触到的数据量要大的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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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1751的参数的数据基本上比我们 可能比我们一个人 100辈子接触的这个呃 这个这个信息量都要大了 所以它可以从中去进行自我学习啊 所以你看这个啊 这里面图片没没给我漏漏漏出来哈 但是但是大家看看这种是什么感觉 基本上就是已经成片了吧 基本上以它是可以成成成片了 咱们还可以把它抛弃掉啊 非常震撼吧 非常震撼吧 这个呃 所以不一定是说 ChatGPT就是唯一的工具 咱们在这儿去看一下 这个有点片段话啊 这个有点片段话啊 咱们用同样的问题问一下ChatGPT 是这个我要做一门 这个我要做一门 ChatGPT 从零 从零开始 这个 创作到 商业变现的课程 你能给我 一份比较详细的 提纲吗 跟那个Notion AI的那个 就刚才我问Notion的差不多哈 然后大家看看啊 能用了哈 不用排队了 大家这个在今天 今天值得纪念的一天 今天是几号 23号 2023年的0223 哎 这个还 还挺顺口的 我们 求群里 教学一线 对 群里面大家互相传授一下 传授一下 这个Notion AI 如果不用那个 网络环境就可以用的话 其实 我觉得对于大家来讲 应该会更便利 你看这个ChatGPT 他给的这个提纲 就是介绍基础常识 课程 然后NRP 他上来就NRP了 然后这个什么历史背景 特点 然后创建 这个其实就 还不算那么准 对不对 创建ChatGPT 就咱是用他学写作 和学那个商业变现 你创建个GPT 这个 这有 这有点难啊 我这个 然后应用 他就比较偏开发了 对吧 商业应用 然后其他主题 这个是网址 对啊 Notion Notion就APP 也有网站 你可以直接上网站 我直接点这个链接 你看我点了这个链接以后 我点了这个链接以后 就进入到这个英文网站 这个英文网站 这儿会有一个login 我点 你点了这个login之后 因为我是登录状态 我直接就进到这儿了 看到了吧 很方便的 然后呢 这些怎么没给我load下来 这个 这是飞书上的图片 飞书上图片链接可能 有点问题 没事 先不用管它了 然后再往下 再往下 New being呢 咱们也让Notion AI来说吧 我看今天虽然是Chat GPT的培训 我发现大家忽然对Notion 这个忽然对Notion都拿了兴趣了 是吧 来控制一下 三个工具 可不止三个工具 我这儿还有呢 我这儿还有好玩的东西 咱们 咱们控制一下 这个 简要 有逻辑 分段落的 介绍一下 你对 New being的认识 你们用那个群里面的这个网站链接 就是YJY 去提供的这个网站链接 就是可以的 New being其实它提供的内容并没有那么多 而且它还没有分段落 咱们让它make longer一点吧 咱们让它写的多一点 你看它用首先其次 除此之外 总的来说 对吧 它的这个 前导的逻辑 还是非常清晰的 老师怎么弄的 老师就是点了 刚才这个同学的链接 数框不是在废数 跟废数没关系 忘掉废数 忘掉废数 这就是Notion AI 就是 你看它这不是写了吗 price space 就是按空格键 for AI AI就出来了 然后打这个斜杠键 就是那个 就是这个 它的那些指令 你空格 它就askAI了 然后呢 咱们可以玩一玩 这个大家可能都觉得 Notion AI比那个 比那个chat GPT还好玩 那那咱们 咱们这么说 这个我想写一个关于chat GPT的玄幻 玄幻剧本吧 这个能帮我出五个创意吗 创意吗 一回车 它就AI writing了 因为我在用这个Notion AI的时候 我觉得它的 这种顺滑性非常强 就它的顺滑性 可能甚至比这个chat GPT还要好 然后咱们同样问 咱们同样把这个问题 问一下chat GPT 目前有自处限制吗 咱们试试啊 这个我还真本试 写一个 关于 这个 写关于什么 关于世界杯吧 咱们就别写太敏感了 写一个关于世界杯的 长篇 故事 一万字吧 一万字左右 我们看它有没有限制啊 我觉得它应该有 很抱歉 功能是按照指示生成输出 而不是创造虚构故事 你看 这个我觉得也是很有意思的一点 就是 当我们有了chat GPT 有了Notion AI 这样的 特别牛逼的生产力工具的时候 其实对我们的人提出来了 更高的一些要求 就是你的指令要非常的明确 也就是说 我们每个人 其实都会成为产品经理 这些机器呢 它会成为我们的 这种 我们的成员 我们的编辑 我们的设计师 那这个时候我们必须要把它描述明确 才能够真正的让它去发挥它的创意 那我这么说 2022年世界杯 阿根廷夺冠 中间有很多播者 可以以此为命题 写一篇小说 这个八千字吧 八千字左右 我知道了 是因为我这个内容 就是我整个的这篇内容 是关于chat GPT的 所以我的这个指示 如果是脱离了这个chat GPT的话 它其实会给我拉回来 那这样吧 这个chat GPT 横空出世 中间 经过了五年的 刻苦研发 研发 研发 请这个 讲一个 关于 AI 开发的 故事 八千字左右 我刚才说了八千字左右 咱们看看它 能够生成多少次 咱们可以测试一下它的极限 好 那这个回归到刚才的那个 chat GPT 再回过头来看 chat GPT的时候 即使是 Plus的版本 是不是觉得 这个好像 这个Notion AI 感觉要更香一点 有这种感觉吗 会有一点 其实它的能力是一样的 就它内核是一样的 其实它并没有给我们八千字的这个结果 所以你希望说一个AI的工具 你能够通过一次的这种session 就是我们讲的这个对话 通过一次的这种对话过程 就能够一步到位 替代你干所有活 现在是不现实的 所以咱们要学会什么 就咱们要学会给这个机器去来提 我们叫做promote 就是要去提promote 我再给大家换一种用法 再换一种用法 咱们先把它 咱们先把它 咱们先把它删掉 咱们先把它删掉 我刚才其实也有一个用 也有一个蛮有意思的用法 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个咱们搜一下2022年腾讯财报 咱们找一段新闻 就找这段新闻吧 看到了吧 腾讯财报 同笔 然后有图有文 对吧 还挺多的 然后咱们 咱们把这些 沾到刚才的那个页面 页面里面 随便沾一沾 怎么设置中文啊 你 它那个内容是支持中文的 它这个功能虽然不是中文 但是并不复杂 并不难 所以其实你可以尝试一下 你可以尝试一下 那个 就是一直用 然后 如果非要装中文的话 就搜一下 它那个notion是有 是有中文包的 咱们把这个新闻贴过去 贴完了 然后我可以把这段 给它选中 咱们选中了 然后点击这个按钮 咱们问问这个AI 说这个 把这份 做出一份台报的简报 要求中 要求中间有表格来 进行数据对比 咱们看看AI能出来什么样的东西 莉莉说是不是对比过 是不是对比过同样的工具 生的内容 英文比中文强 是的 大家看到这个了吗 大家看到这个板块了吗 右板块的话 它已经把纯粹的这种 文字的形态 变成了表单的形态 这是用什么能力呢 这其实是一种 非常强的这种抽象能力 非常强的抽象能力 就它已经能够把你的 语言 数字 去逻辑化 而且没有任何错误 你发现了吗 右板块 确实就是这几个右板块 对吧 营收 然后同比增长 大家如果去做商业计划 或者去做一些汇报的时候 你有没有觉得 帮你节省了 N多的时间 有没有节省N多时间 有吧 甚至你可以这么来用 我这个也试过 我要做一个表格 一共一共是三列十行 每一列列头 分别是同学姓名 这个老师 姓名 学号 内容可以虚广 一定程度上抹平了水平差距 是的 一定程度上抹平了 但是呢 在后面的课程当中的话 我从下次开始 我会跟大家去来聊 这个 GPT也好 Notion AI也好 它其实它的内核都是引擎 都是自然语言的引擎 那这些引擎 其实它能够理解你说的话 它其实是从中去抽取特征的 它去抽取很多的promote 这个大家一定要记住 这个概念非常重要 叫做prompt Prompt Prompt就是你给这个引擎的指令 你给出来什么样的指令 这个引擎就能够怎么样去响应你 所以呢 你看到刚才我在说那段话的时候 我是把指令 相对来讲讲的比较清晰的 但是当你处理一个复杂任务 或者说 让你去写一段真正的工作当中 或者赚钱当中 要用到的这个内容的时候 其实不同的各行各业 各种品类 它都有不同的prompt 然后它有不同种的这种用法 那这个呢 我也会在后续的课程当中的话 会跟大家这个详细的去来讲 那所以呢 回归到今天啊 今天这个已经超时了 这一个小时多的时间了 跟大家介绍了这些产品 那从现在开始呢 给大家留作业了 给大家留作业了 我看还有多少人在线啊 没有作业的 还有71个人在线 还行 这个刚才我看是80个在线 然后现在是71个人在线 从现在开始 我要求大家啊 去寻找一款你的创作型的生产力工具 包括但不限于 ChatGPT也可以 Notion AI也可以 Lex也可以 什么Meet Journey啊 什么就是反正有很多 包括百度的那个文心 一言快出来也可以 你愿意用那个 就是石墨有没有那个AI能力 石墨还没有 那个飞书现在也都还没有 反正找到一款这个生产力工具 然后呢 我的要求是你要使用它的完整能力 就咱不要再因为说 我没账号 反正我也没网络 我用不了 然后咱就先凑合着 牛逼应可以啊 当然可以了 非常好 使用它的完整能力 然后呢 你具备了这个完整能力的时候 你选择你最好的 选择你最好的 选择你应用最好的实力 然后呢 把使用过程和使用截图 发给点点 这就是我们第一堂课的作业 好不好 就是完整能力 然后 就是完整能力 然后呢 我把这标空啊 我就是要求大家有 新的生产力工具的完整能力 然后呢 你用一用 把你最好的实力 去 把这个过程和使用截图 发给点点 点点呢 就是我们的首席的学习官 首席的学习官 然后呢 大家去 这个发给点点 就作为这次的作业的提交 然后呢 我又会 在那个 在那个 就是咱们后台的那个文档 就是咱们起围上面也开通了 同学文档嘛 在后台文档也会给大家提供 那个提交的入口 然后大家把这个作业提交进去 也会给大家去建立 给大家去建立起来 这样的一个 应该讲是这个 作业的档案 作为咱们 AI创作学习的这样的档案 呃 不是每天九点 每天九点的话 这个 呃 强度有点大 大家自己的强度大 然后我们老师的这个 备课的强度也都会比较大 呃 咱们下次课的话 可以安排在那个下周 下周具体的时间的话 咱们在群里面通知吧 呃 周末的话 这两天的话 大家先把那个 就这个工具的问题解决一下 因为咱们还有一半的同学 都还没用到这些东西 我觉得至少什么 Nob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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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是应该去来用一下的 然后呢 最后送给大家一句话 就是新的篇章就由此展开了 我相信呢 我们的工作和生活都会由此改变 我希望呢 这个改变是变得更美好 然后呢 我们要做这个走在潮头的这样的一群人 然后呢 我也很荣幸跟大家一起去来经过这样的一个学习和认知提升的过程 最后让Nobian 送咱们一句话吧 这个我们的第一堂 第一节 Chat GPT课程结束了 呃 送给大家一段 服务人心的这个话吧 好吧 这个AI还挺会脱懒的是吧 他讲出来这段话就是新的篇章由此展开 我们的工作和生活将由此改变 我们要做走在潮头的人 好吧 我觉得他说的不错 好 那就今天的这个课程就先这样 我们花了一个半小时 这个把整个训练营的内容的话去过了一下 然后呢 我们第一节课的这个基础篇 就是我们在GPT和AI助手的一个工作台的一个准备工作 也让大家这个扒开门缝 往里面看到了一些这些AI生产引擎的这种能力 然后这是你用Notion AI写的是吧 对即使是用那个AI写的我也挺感动的 对我觉得大家要真正的去利用好这些工具 我相信什么是红利呢 什么是红利呢 认知差就是红利 然后这个应用能力就是红利 你想想电商刚出来的时候 公众号刚出来的时候 抖音刚出来的时候 什么这个收视引擎刚出来的时候 都是第一批掌握这个能力的人 掌握了主动权 我也希望呢 咱们的这个俱乐部里面的小伙伴 咱们的会员的小伙伴 能够真正的去来这个抓住 这样的一个巨大的变革的机会 然后呢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美好 好不好 接下来的话就咱们就先到这吧 一个半小时一个半小时了 然后啊为什么跳出来账单 我告诉你啊 他每天免费是有次数的 他每天免费生成的次数好像是24 24之后的话 他就开始让你去付钱了 应该是的 对对对对对 还有一个重要的事 还还真忘了这个再再说一遍了 就是这个钱的问题 就是钱的问题 这个时候我必须得说一下 因为那个我们这个这个班上同学啊 其实很多人都在问 我的一个经验啊 我跟大家去讲我的一个经验 就是你前期去做这些工作工具台 工作台的准备 你要花大量的精力的 比如说油箱啊 什么接码啊 还要什么翻来翻去 这很烦 但是呢 这个东西产生生产力产生价值嘛 它不产生价值 你翻的再好 你也赚不到钱 你那个换账号换的再勤 它跟你这个商业变现 跟你能力提高也没有关系 所以呢 不要在没开始的时候就倒在起跑线上 我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有时候你该花点成本 你要花一点成本 你把它看作是一个对你的投资 但是呢 不要在这个地方呢 就是还是那句话说的 就是不要用那个残缺版的产品 因为你用残缺版的产品 它不是说100分和80分的关系 那是100分和0分的关系 所以呢 我们要用先进的工具 我们要用最好的这个配备 那就像给我们自己武装成特种兵 咱们每个人都应该是职场 创业场 商业场上面的这个特种兵 对吧 我也希望咱们俱乐部的会员们都是特种兵 所以呢 就留给这个经验给大家 好 咱们就先到这 然后跟大家就说晚安了 然后还在的敲碗的话 就在公屏上面敲出来晚安两次 然后咱们今天的课就到此为止 全程的话都有录音 然后资料整理好之后的话 也会发给大家 好的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晚安 晚安 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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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大家的坚持 这个一个半小时 比咱们停止时上课的课堂 时间还有长 可能后面 还是要适当的去 缩短一点 那个时间 这样大家不会那么累 第一节课咱们稍微的拖了点汤 好 大家晚安 好 拜拜 拜拜 下了 拖地课咱们稍微的拖沙 咱们稍微的拖沙 疾咱们稍微的拖沙 咱们稍微的拖沙